4月3日戴交件中国流行美声组合力量之声也是齐齐现身上海 为某品牌2018秋冬穿越新品发布秀站台 如今艺人们都尝试着跨界发展 尤其是这时尚圈 不知道未来戴交件有没有想法也跨界到时尚圈 玩一把设计呢 我是有想 但是我不敢 因为我不够专业嘛 这个东西跟你演技不太一样 得有你们的支持 如果有他在后面操刀的话 我可能敢试一试 你要让我自己能打 我肯定这点没那么大 可以尝试看看 行不行 在时尚圈可以小视牛刀 不过在演员这个本职工作中 戴交件那可是妥妥的迎难而上 听说他在新剧中角色的年龄跨度就特别大哦 有啊 然后18年我新剧马上在央视角播了 也是一个从18岁演到80岁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会挑这个戏就是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们这个戏 是因为对我的演力道路的挑战最强 因为你可能演18到40 你能演 但是在我现在这个年纪 你演18其实很难 你演80其实就很年轻 那么你去看一个18到80角色 我估计可能这辈子也没有几个像这样的角色 那么给我演 所以我觉得我还挺期待这个戏 不止年龄跨度大 戴交件还需要面对艰苦的拍摄环境 而且还有大冬天跳黄河的戏码 我说你为戏也太拼了吧 很苦在明下来的 你说包括去大冬天的跳黄河 我这辈子都没有跳过黄河 我不久这辈子也不想再去黄河了 因为我在黄河边 待了差不多有90天的时间 当我进在黄河里面的时候 我们家阿姨给我女儿看了一张照片 她说你看这是什么 然后我看新生 这是一条鱼 孩子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一下子可能就是 有了女儿的鼓励妈妈瞬间就充满了动力呢